大家好我是時光寶箱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週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video最大的動力 Ozzynadin雅典是一個頗特別的品牌 他們已經有176年的歷史 在這段時間裏面 他們有不同階段的發展 在這些階段裏面 他們都留下了很多製作中標的成功印記 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期 雅典是做了很多精準的航海時計 他們對於人類的航海事業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雅典在這方面拿了2411個特別時計的獎項 另外有18個金獎 去到80年代的時候 Mr.Rolf Schneider就買了雅典這個品牌 Mr.Schneider是一個非常有軟健的商業奇才 當時瑞士中標業仍然受到石英技術的影響 市場的氣氛不太好 不過雅典就好像能夠預知到機械碗錶的未來非常有潛力 所以他們就投入了很大的資源去製作一些非常複雜的碗錶 當中有很多仍是三文碗錶 或者有一些是有機械動偶技術配合三文碗錶 後來他們又買了一間專門製作髮廊的工作坊 令到雅典成為一個可以自己製作髮廊錶面 還可以供應其他品牌的一個供應商 至於雅典對於這個中標業我覺得最大的影響 應該就是2001年的時候 他們推出FREAK的碗錶 FREAK這個碗錶在當時的設計是非常破格的 他可以說是第一款碗錶成為了設計藝術的主角 FREAK是無錶觀的亦無錶面 去調教他的時間我們就轉動那個錶圈 而去幫他上鏈我們就轉動那個錶底蓋 FREAK的機心是一個長條形 他在錶面上每一個小時就會自轉一圈 所以在尖端上加了一個三角形 作為指示這個分鐘的一個指針 至於那個小時 就是由另外一條直接由發條盒去驅動的 12個小時圍著錶走一圈的指標負責 雅電在FREAK第一次運用了SILICON這種材質 SILICON不會受到磁力影響 亦都不需要潤滑油 所以可以說是一次過解決了機械碗錶 兩個傳統的大問題 亦都是SILICON第一次進入了這個宗標世界 到今天雅電仍然是繼續發展創新的DNA 在這幾年來雅電就介紹了一個年輕 充滿了個性的系列叫做BLAS 頗特別的 無論它的名字和設計的語言 都頗值得我們去了解一下 BLAS如果直譯就是解爆破的意思 碗錶的設計是圓中有方的 我自己就看不明白 那個設計和BLAS的名字有什麼關係 於是我就去請教雅電的產品總監 Mr.Jean Christophe-Sappartier Mr.Sappartier告訴我 BLAS這個設計理念在於體現來自碗錶內部的力量 這句話蠻抽象的 他說碗錶的機芯就是一個立體機械結構 他的運作為碗錶提供了力量 而長方形的框架 上面是一些強而有力的線條 而且它連繫了錶面上 2點、3點、4點、8點、9點、10點 總共6點的位置 通過了這個框架 我們就可以體現這個機芯的力量 另外一種形象鮮明的設計語言 就是那個錶面和錶底的X字 這個X的圖案 幾乎在所有雅典的Current Model上 我們都可以找到 它是代表Expiration 即是探索 可以是對技術的探索 對設計的探索 或者是對一切極致的探索 甚至是可以引伸到 雅典近年很大力提倡的海洋保育 包括了棄置漁網的再生 以及保護鯊魚的生態環境 都可以成為這個極致探索的範圍 在2020年的時候 雅典推出了一款碗錶叫做 Brass to Beyond Skeleton 它的設計靈感是來自火山的熔岩 以及南極的拼穿 我自己覺得這款碗錶 都能夠體現Brass設計的理念 這隻錶本身挺大 它的錶殼直徑是45毫米 非常之靈國分明 錶殼和錶耳的線條 那個靈感是來自自隱形戰機的外形 而且它不同的設面上 是用了分別拉絲和拋光 是雙間地去打磨 很大程度增加了這碗錶的細節感 錶面上的長方形框架 以及X圖案是那個橋板 其餘的部分都是扭空的 擁有Silicon的技術 放在飛行陀飛輪在6時的位置 飛行陀飛輪的框架也是X形狀 這個機芯當然是In-house開發的 它有一個柏金的微型擺陀 放在12時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微型擺陀上面 是黑了雅電工作室的一個經緯度 碗錶是可以提供3天的動力儲備 亦可以防水50米 它總共有四種不同的材質和顏色 可以讓我們選擇 如果是18K玫瑰金的錶款 它的錶圈是用黑色的陶瓷去製造的 中段的錶殼就是18K玫瑰金 下半部分的錶殼就是用了 倒黑色Diamond Light Coating的鈦合金 另外一款就是Black and Red 紅和黑色的款 設計靈感是來自熔岩的 這個錶圈和錶殼的中段都是用黑陶瓷去製造的 錶殼的下半部分就用了 倒黑色Diamond Light Coating的鈦合金 這個碗錶是第一次 雅電是用了紅色的silicon來製造擺輪的 在中間那裏是非常之醒目的 另外Brass Eyes 這款設計靈感來自南極冰川的碗錶 整個色調都是白和灰的 錶圈和錶殼的下半部分就用了鈦合金 錶殼的中段就用了白色的陶瓷 最後一款就是Brass Blue 它的錶殼和錶圈倒了藍色PVD的鈦合金 至於錶殼的下半部分就是灰色的鈦合金 剛才也提及過雅電很早已經有能力做非常複雜的三文碗錶 他們在這方面已經有超過40年的經驗 而在2021年 雅電推出了一款叫Brass Hour Striker的單紋布時 駝飛輪碗錶 敲擊陰王去發聲布時的技術 在機械碗錶裏面是最高的複雜功能 一般三文碗錶都是非常貴的 定價都會在200萬、300萬或甚至以上 今次雅電把這個技術稍微簡單化 做了一個單紋 不過加了一個非昂陀飛輪 它將定價放在90萬以內 所以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入手 單紋的功能是會在每一個正點 是敲在當時時間的數目去報時 至於在30分鐘即是半點鐘的時候 它就會敲一下告訴你現在過了半個小時 如果要啟動這個單紋布時 我們可以按10點鐘為止按鈕 如果我們想停止這個單紋自動布時的功能 我們就可以按8點鐘為止按鈕 為了配合BLASS這個前衛的個性和形象 所以雅電在這個單紋的技術上 是做了很多改良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突出的改良 就是它將整個布時的結構 由原本放在機身後面 改為放張向錶面的正面 配合了扭空的錶面 令到整個敲擊布時的過程都展現在我們面前 而為了令到敲擊的聲音更加清晰和響亮 雅電就和法國著名高級揚聲器製造商 Diviolets合作 Diviolets在機身底部放了一塊0.3毫米薄的 倒了黑色Diamond Light Coating的鈕合金薄片 還用了一種叫Torrison Arms的扭臂系統 將敲擊的陣動引到鈕合金薄片 於是就造成了抗音效果 配合錶背的扭空的坑紋 那個布時的聲音就很清晰和很大聲 如果你將碗錶放在你耳朵100毫米的距離之內 它是可以達到85分貝那麼大聲 碗錶同時也有一個飛行陀飛輪的功能 放在6點鐘位置 碗錶的設計師很巧妙地把陰王的形狀 做到可以避開了這個陀飛輪 所以在不影響布時的運作同時 也都維持了整體的美觀效果 今次是雅田第一款用自動上鏈的布時機身 可以提供60小時的動力儲備 而那個敲擊布時的動力 是來自一個獨立的發條盒 如果我們要上鏈可以逆時針方向地扭個錶觀就可以了 整隻碗錶的焦點一定是單紋布時系統 所以原本都非常複雜的飛行陀飛輪 今次就暫時做配角了 不過雅典沒有忽視飛行陀飛輪 因為為它的油絲和琴縱輪都用了Silicon的材質 貫徹了雅典的技術規格 我自己覺得無論是Brass Skeleton-to-beyond 也好或者Brass-hour strike-to-beyond 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很強而有力的設計線條 亦都可以找到那個代表了探索極致的X元素 好像在陀飛輪、錶面或錶底我們都可以看到 我自己覺得雅典今次是想用Brass系列的前衛 和大膽的一個設計語言 再為它加入一些雅典賴以成名的高級製表技術 和它們運用高科技材質的一個經驗 去爭取更多年輕的錶迷 認同和注意雅典這個Brass系列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